相信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内容创作者 因为可以自由创作自己喜欢的内容之余 还能利用流量来成名赚钱 而且随着人气变高 甚至还能够获得各种赞助 实现财富自由的同时 生活也变得更自由 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网友们 绝对不要以情侣党来开设频道 因为一旦分手 那小丑只会是你自己 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狗仔队长 如今有的许多创作者都步入了美满的婚姻生活 像是元老级的创作者皮尼派 刘沛和梅根等等 不过 最近却有不少大家都很看好的夫妻党 纷纷出事 除了重量级宣告分手之外 RiuTV的Riu和Yuma之间的感情势 更是比发现外星人都还要震惊 RiuTV是来自马来西亚的Riu 和来自日本的Yuma 一起创立的频道 两人交往了超过十年时间 结婚也超过五年 他们在频道中分享许多关于日本的文化知识 还创立了日语课程 更是会分享两人的生活互动 网友们可以说是看着他们长霸 从恋爱到求婚再到结婚 当然在日本想要结婚肯定还有一个目的 然而就在2023年至2024年间 网友们开始注意到了不寻常的地方 那就是频道的更新变慢了 两人的Instagram上没有同框 反而是Yuma积极更新自己的个人频道 起初大家都以为是转型为作家的Riu 专注于写小说而放缓了频道更新 就连Yuma自己的解释也提到了 她不想打扰到忙于写作的她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 两人稀少的后动也逐渐被大家放大 最后就引起了婚变的传闻 在舆论的压力下 Yuma最先是以长文回应 她先是因为她与Riu的事情 让大家担心而感到抱歉 甚至网络上的大家都对他们 有着许多的意见和猜测 强调目前的状况持续在变化 一直无法向大家解释的状况 就连自己也不知道 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感谢网友们关心的同时 还答应爸家在合适的司机已到之时 一定会向大家说明 只是没有想到Yuma发文的不久 Riu就跟一位名叫Q小姐的画家 共同上传了一幅画 这幅Riu的肖像画出于Q小姐之手 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入本留学生 贴文还附上了一句 瞬间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大家都觉得女画家是在宣誓主权 公认自己就是小三 为Riu挂上了渣男劈腿的标签 纷纷在底下留言谩骂吐槽 大陆妹就是鸡心重 Riu可以退出YT圈了 真的 然后不得不说画得真是够丑 还以为是在画猿猴 就连Yuma看到这个贴文的第一个反应 也是发现Don表示自己也是和大家一样的心情 强调这件事不是为了流量炒作 更让网友火大的事 在RiuTV最近一部关系影片中 其中一幕就出现了地点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巴士站 而且画面里的女孩并不是Yuma 这也让网友更加气愤 认为Riu把小三画家给剪进了影片之中 殊不知女画家直接选择正面停站 接下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 倒料最先出轨的人其实是Yuma 她的回应中提到 Yuma在2023年年底出轨了同为YouTuber的TommyTommy 并疏远了Riu 而她则是在2024年4月跟Riu相识 当她认识Riu的时候 对方已经独自从一段漫长的心理恣意中走出来 她同情Riu的遭遇 认为她即便察觉到的瞬间全身发麻 但还是没有给过Yuma脾气 甚至试图理解整个事情 给自己的结论就是她给不了Yuma想要的事迹 关于这点还请详细的说明是什么样的事迹 接着还说 在Yuma和Tommy某个约会的晚上 Riu还为乱糟糟的她 送上了50万Yen的包包 作为在一起的10周年纪念礼物 结果Yuma出于愧疚便让Riu去风俗店玩 可是Riu无法接受这个提议 所以开始频繁来东京找朋友喝酒 也因为这样透过共同朋友认识的画家 后来她判断Riu已经从上一段感情走了出来 于是便接受了这段感情 强调自己介入了别人的婚姻 但并未介入别人的感情 只是Riu依然还爱着Yuma 从头大尾都有好好保护她 双方更是因此吵架 Riu甚至还说过 自己的名声烂一点没有关系 至少还可以做别的工作 只是她还是想要保护好Yuma 这让画家看了很愤怒 所以便替Riu说出了她不敢说的话 认为薄情寡义 背弃心意 落井下石的人自Yuma 觉得她仗着自己被观众保护的优势 来扮演成受害者的身份 让Riu独自承担了一切的舆论女谩骂 突如其来的大爆料 让那些一开始就直接开骂画家和Riu的网友们 遭到了回旋标 有网友看到之后也表示 日本女人出轨率高不是假的 这里也补充一个冷知识 那就是根据2022年的数据调查显示 在日本有过出轨或外语经验的女性 就高达了46.3% 比例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几乎每两位日本女孩就有一位出轨 随后Riu也利用了女画家回应出来解释一切 发挥她的作家写作能力来道出惊人的秘密 唯一的缺点就是尝到有一点离谱 她解释原本所有事情都想要在两人最后的工作结束后才说明 但她一个草率的行为却曝光了真相 因为女作家的那句喜欢是她自己打出来的 早在2023年12月 她从Yuma的态度感受到了她的改变 毫无征兆地从一个爱撒娇的小女孩 变成为一个女人 因为Yuma是一个诚实到可怕的女人 一旦心里没有对方 就不会有任何关怀的行为 完全不演拒绝互动 当她意识到Yuma疑似出轨的时候 没有选择揭穿她 反而是拉开距离 给予空间 甚至是了解对方的故事 并把出轨的问题都归咎自己 对此进行反省 最后她还是得到证据确凿的出轨事实 这件事也让Ryu深陷绝望 但她还是没有揭穿 即便Yuma试图拉开 她还有外遇对象两人的距离 想要试图独自一人解决这个问题 但她还是无法控制渴望对方的内心 甚至还选择放任Ryu去玩 想要借此弥补自己的罪恶 但是Ryu想要的不是肉体 而是精神 所以她跟朋友在东京喝酒的时候 就意见了画家 渐渐的两人变得靠近 她的出现治愈了Ryu破碎的心 一开始说好不能越轨 但她还是屡次犯规 最后把感情投入到了她的身上 她帮她找回了自己和自信 而且她还冒着被网络指责的风险 出来帮Ryu说话 主动扮演所谓的坏人角色 后来Yuma也和她道歉自己的出轨行为 可即使Yuma认错 她对画家的情感还是没有淡下 结果就导致了Yuma出轨 并向Ryu道歉 然后Ryu又喜欢上了画家 出现脚踏两条船的现象 最后Ryu也强调 感情的事情会在有了进展以后 向大家说明清楚 并表示自己会持续的关心Yuma 就算分开了 她都还是愿意把车跟房油给她 希望网友们把所有的不满 都发泄在自己的身上 同时也为自己嘲笑的行为道歉 看完后的网友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纷纷表示反转了 我就看社会被骂得比较惨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若经他人苦 未必有他善 不过还有很多人选择谩骂画家 作为小三出来爆料的行为 甚至指责Ryu 我觉得你都有很大的问题 本来婚姻可以挽救 但你令关系进一步恶化落去 无言 也不是啊 男方被带立马为何是检讨男生 随后网友也将套火 转向了Yuma和Tommy身上 两人的影片 顿时遭到大量的倒战涌入 纷纷爬到Tommy的贴文下留言调侃 人气好玩吗 TommyTV要来了吗 哥 我朋友超喜欢你 你真的NTR了吗 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 Tommy也发文回 承认了他就是那个男人 好爽哦 和Yuma在2023年至2024年优惠 直到2024年3月 就已经没有跟Yuma有联络 因为他玩腻了 诶不是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 所以他只能向Ryu和所有人道歉 他写了那么长 其实只需要一个评断就能概括 这时候就要叫出我们的成龙大哥 我做错了 全世界很多男人都做错了个人 而网友们也毫不在意他说了什么 而是质问更重要的东西 只想问一句 做了没有 让网友直接吐槽 跟才烈火 不做是能干嘛 玩大富翁吗 对于Tommy本人 能从YTR转型成NTR 比人这身心感到佩服 对不起Ryu 但Yuma真的好吃 如此复杂的双双出轨 让网友看了直呼 关系比我姨妈周期还乱 双双出轨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有网友也发现到了过去的影片中 Yuma和Tommy的暧昧举动 像是两人在火车上坐在一起 聊天室的距离 或是当Ryu调侃Tommy要吃杂牡丽 今晚想要干嘛的时候 他和Yuma拭目相对 慌张地表示 没干嘛 其实是干Yuma 孔子说过 其实而重新 所以不预计 即便70岁 都还是有能够随心所欲的权利 那现在的年龄 当然就是要赶赶的玩啊 就像Tommy一样 疼有期 但他感激 心疼Ryu不只是被Tommy偷家 还被偷吃 更是自自的Ryu的道歉表 来让那些一开始 就直接骂Ryu的人自主道歉 看来我要填这张表格的 因为我嫉妒他能够娶到日本老婆啊 当然Tommy承认后 Yuma又一次出来声明 而且两人还黑白配的贴文 他先是再度向大家道歉 并表示如果在今年工作结束前 Ryu的心没有回来的话 他就会退出RyuTV 想要做一个了结 接着也承认了自己的作为 并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 然而这也让网友感到傻眼 因为他的声明扭转了局势 把自己变成了忘符石 等待Ryu的心回来 自己想要修复这段婚姻 但目前Ryu和画家 有了一段新的感情 所以Ryu的心如果没有回来的话 那他就会离开 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 是Ryu的出轨破坏了这段婚姻 因此也让网友们愤怒地表示 Ryu的心还没有回来的话 你在和Tommy爽的时候 心有回去吗? Ryu的心还没有回来的话 哇 这句 too much的亲 真可笑 你凭什么生气 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以后 网友们也开始对画家改观 认为他作为吹哨者 让大家看到了Ryu过去承担的痛苦和委屈 可能网友会好奇 那Tommy人呢 作为花心大萝卜的渣男 必须要学会感应和尽好就收的能力 当女生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 就要开始跑了 RUN BITCH RUN 所以他发现Yuma似乎是想要认真投入感情的时候 只是想要完完而已的她 并快速停止的联络 导致Yuma一开始很下心 对Ryu的冷漠态度 逐渐又变成了等她的心回来的状态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日本的NTR题材是有病的创作了 这根本就是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不过网友如果真的考虑想要找个日本的女朋友 那可能就要谨慎挑选对象啊 因为跟日本女生结枉 除了要冒着贝利或是精进人王的风险之外 还有可能会因此赔上性命啊